一般手機的話它的保固大概是提供一年 那一年內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拿到我們節省 我們都可以幫你做這個免費的代收送 那有一種狀況是像客人可能已經用了超過一年或兩年三年都有可能 這個手機領如果到時候要送收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協助你幫你轉送到副廠 那像在報價的部分我們也會去幫你評估說 像它維修的這個零件划不划算 如果不划算的話我們就建議你換新機 就不要走維修 因為有些手機它過久了 假使是機板故障 你花錢收了機板可能這個手機 它可能拿電用或其他的零件壞掉 那我們就建議你換新的 那這個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會先幫你評估這個機子的狀況 如果只是簡單的可能譬如說只是聽筒幾百塊 那就花一個小錢把它收就就可以使用了 那到時候看狀況我們都會給你建議